嘿,我是迷迷大熊Muchbear 你們家是不是也有黏土娃買太多 衣服收太多,而沒地方放的困擾呢? 這個 會有這麼多衣服 不是我真的黏土娃已經買太多了啦 那我們來把它打開吧 一個箱子這麼大咖,裡面就這樣 而且我還買了五個 傻眼 沒關係,我們就先來看看它的用途是怎樣吧 這也是GOODS沒有官方出的 然後 它好像一個單賣是150塊 比一顆扭蛋還要貴 它就這樣子一個人體model而已 就是把它插上去 是插這邊嗎? 插這邊 應該是插這邊 插這邊插上去 然後再把這個給插上去 就這樣 感覺好像很騙錢 有買黏土娃燈,你又沒辦法說不買這個 到時候衣服如果越收越多,到時候越收越多怎麼辦 你也只好買了 這超過分的啦 登登 登登 五個衣架 這衣架好貴啊 這幾個這樣子好幾百塊啊 它就是一個可以把衣服這樣子放著的東西 我們先來把它整套放上去看看好了 它就是可以像這樣子像衣服的服飾店這樣把人物的衣服就是直接架著這樣貴是貴了點可是這樣掛起來還蠻有質感的 這樣擺起來是不是超有服飾店的感覺 不過很可惜的是呢之前我介紹過的這個轉蛋的衣服這個披肩可以放在黏土人身上這個 很可惜的是它刮不上去因為這個頭太大然後它這裡的部分呢因為洞太大了所以 基本上就是太太鬆了 所以就是立刻就會掉出來 這很可惜 不過還好啦這個算很好收這個就轉蛋就塞進去就好了 然後呢 這件 之前做的原本超醜的衣服 很意外的這樣子 裝上去以後變得很好看 男生的衣服部分 為什麼會覺得 感覺好像人偶歪歪的對不對 對是因為呢 它的底部啊 有做了這樣子的小孔 讓你可以 分開放 就是可以你如果現在男裝因為總不能擦中間 就可以擦旁邊的洞洞 然後可以把人偶的衣服就這樣 褲子就這樣從旁邊褲本擦進去 這個倒是還不錯的設計 然後啊像是 長袋衣的這個部分就很可惜 因為 它 沒有後面這個 就是 黏貼的部分 所以呢它就是它唯一能用的就是 只能這樣掛上去而已 它不能夠真正的就是 穿著然後穿的 比較好看 這個呢 吊帶褲也是很OK 輕鬆方便的 就可以把它給穿上去 最漂亮的還是這件阿麗絲啦 因為 下面還有多了一層砰砰裙 這樣掛上去 真的很美 超好看的 會多買這些 衣架是因為啊 黏土啊這個系列 畢竟 才剛出了大概三到 四組的角色 然後以後勢必呢 一定會出更多 而且我上一次也買了 這是黏土人的衣服製作的書 所以呢有可能也會做了一些新衣服什麼的 那如果在替換途中可以把人偶的衣服呢 就直接裝在這上面 然後還有這個 之前的扭蛋的這個 衣服啊 在黏土啊身上也是可以很完美使用的喔 如果有看到路邊有這個扭蛋的話 快點去轉 你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這個 100塊 然後有這麼精緻 這麼漂亮 而且他布料還是蓬蓬的這種很不錯的布料的 東西 可以讓讓你穿在黏土娃身上 我覺得真的是 很划算 也是可以在衣服外面就是在搭上這一件 我覺得這樣子的感覺還蠻不錯的 很可愛 那我們今天的黏土娃的一架系列就開箱到這邊囉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以及 分享出去 那如果什麼想要跟大熊說的 或是想要跟大熊聊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回應給你的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咔嚐 咔嚐